博比,最近姐姐是不是有一點不乖? 對啊 沒關係,我今天有專業人士可以詢問喔 哈囉,早安! 我想大家應該對我不太陌生 我就是在我們小新京甲的頻道的日文老師 對,日本語先生 那我自己本身從事教育界也算是很久了 那今天我覺得我超開心的 我請來就是我很好的朋友 而且他也是在教育界 就是擔當非常久的一個 對幼兒教育非常有經驗的一個老師 就是我們的佑真 嗨,大家好 對,佑真 佑真你知道嗎 就是其實我覺得像我是教大人 我覺得教大人跟教小孩是完全不太一樣 對,教大人就是基本上 根本不太需要教 你就是給他傳授知識 但是像我覺得大家 我知道你也有三個小孩嘛 他是增加我們國家那個就是 那個叫什麼? 生產綠的 那我自己是兩個小孩 同樣的我們都在教育界 我們同樣的就是媽媽 對,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教小孩 真的是還蠻 蠻傷腦筋的 因為你知道小朋友又是有點 歡歡 我們在講話,聽聽,講不聽 對,像我們家波比 我們家兩個嘛 波妞跟波比 一個是國小三年級 今年九歲 然後呢,波比是中班 今年五歲 對,然後你有聽過說什麼 小孩子 就是小朋友什麼一三五 就是一歲三歲五歲 就是到很歡 有沒有有沒有 各位媽媽 你們有沒有小孩子 就到一三五超歡 對,那 這時候該怎麼辦 就是像因為我知道嘛 你在就是你有非常多的代版經驗啊 對,然後呢 看過超多那種小小的 中中的大大的 都是那種 沒有辦法跟他用大人語言溝通的小孩 那你也很有經驗去就是帶動他們 就是我很想了解說 那我們該 像碰到這種就是歡 然後講不聽的孩子 我們該要怎麼辦 去跟他們去做溝通嗎 還是就把我的鞭子拿出來 給他打兩三下呢 嗯 好,像通常呢 如果遇到孩子 有調皮搗蛋的狀況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問他八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們可能問他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現在你的感覺是什麼 對,那舉例來說 就是比如說兩個小孩糾纏在一塊 像兄弟 兄弟打架好了 那我們可能會說 欸,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呢 對,我常常看到Poneum Covid 就是莫名其妙就滾在床上了 對 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問他說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他們可能其實只是為了一個 簡單的娃娃在爭吵 對啊,可能是姐姐不讓他玩之類的 其實是很簡單 那可能 呃,可能講 第二個問題我們可以問他說 那你的感覺是什麼呢 他會說痛痛 因為姐姐打他 對,然後 然後 對,他姐姐可能會 姐姐可能會說 那可能那不是他的 他的玩具 他不想分享 類似像這樣的感覺 對 那可能第三個問題 我們可以問他說 你想要什麼 對 弟弟可能會說 我就是想要那個玩具 對 可是如果這個時候 玩具真的不是他的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處理這件事情呢 如果真的玩具不是他的的話 我們可以跟姐姐講說 我們可以用分享的 或者是用輪流的方式去玩 哦 就是 還是 就是兩方都要溝通 不是跟弟弟講說 這不是你的 不可以拿 對,兩方都要溝通 然後第四個 我們可以問他說 你覺得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呢 比如說 下一次我們在玩的時候 弟弟玩五分鐘 姐姐玩五分鐘 然後玩好的時候 再一起玩也可以 我覺得他們會告訴我的解決方案 就是媽媽買兩個玩具 對 這也是 這個是他們想到的最好的方法 對 那如果我們像剛剛 用糾纏的方式去打架 你覺得會有怎樣的後果呢 你就可以問小孩 小孩可能會說 兩個人都會受傷 對 對,然後媽媽會很生氣 對 對 對 那 下一次的話 下一次如果你們想要 一起玩一個玩具的話 你覺得還可以怎麼做會更好呢 就可以問小孩子這個問題 可能弟弟就會說 玩玩玩具的時候 也要愛惜姐姐的東西 然後姐姐的話也要大方的分享 然後也要好好的控制時間 讓這個玩玩具的時間是愉快的 然後最好是媽媽也買兩個啦 哈哈哈哈 對 那你希望說媽媽 就是我可以幫你做什麼呢 對 那媽媽可能 她可能這個時候 她可能有點 有點難過 心情有點不太好 她可能會希望媽媽幫她秀秀啊 呼呼啊 或者是幫忙跟姐姐或弟弟 講講溝通的話 對 對 那下一次的話我們就可以問她說 那這個 這個結果的話 最後一個問題我們就問她說 這樣的結果 你是滿意的嗎 對 還要問她滿不滿意喔 對 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樣呢 對 也是要跟小孩子溝通 因為他們要學習怎麼樣去解決問題 嗯 是 原來 其實是要像我們在跟大人聊天一樣的方式跟他們聊 對 那我覺得其實真的是我們自己大人的可能腦袋思維的頻道也要做一些調整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就是媽 你就是要聽我的話 我沒有要跟你講這麼多 所以其實小孩我們也是要像跟朋友一樣去跟他好好的從一步一步的去跟他溝通 對 我們要跟孩子當朋友 所以第一件事情其實我們就是要問他 然後我們也要學會去怎麼稱讚孩子對不對 沒錯 對 就是其實大家說 喔我曾經有聽過一個故事 我不知道你們聽喔 就說 什麼 兩瓶水 就是原本的水 然後呢有一瓶水呢 你就一直罵他說你這個爛水 你這個壞水 你這個臭水 然後你就是狂罵他 結果 另外一瓶水你就稱讚他說你真是美麗的水 你真是好喝的水 你真是乾淨的水 結果沒想到聽說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就是一直被罵那個水 真的就變成 臭水 對 你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有 我聽過的是盆栽的 盆栽的 就是一直罵他也是盆栽就死掉了 對對 枯萎了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喔有時候語言的力量 對 語言本身其實這種力量 我們要學會先稱讚孩子 對 對然後稱讚他呢 然後呢 就鼓勵他 鼓勵他呢 然後呢 你可以說說自己小時候的故事 啊 對 譬如說小時候我跟我姐 因為我們家我是我們家三個姐妹 我是最小我也常跟我姐糾纏在一起 對 那糾纏在一起的時候 當下其實我的心情是什麼 然後我希望媽媽能做什麼 我希望姐姐能夠做什麼 對 對我們就是同理心對方的想法 對就是要有同理心 啊 說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是說自己 然後稱讚對方說自己的故事 然後後來再問他對不對 沒錯 再問說欸 那如果說今天 今天如果是波比跟姐姐搶東西 變成說 如果是姐姐反過來跟你搶呢 你的心情如何 對我們用同理心換位思考的方式 啊 讓孩子明白 對 所以其實你在做教學的路 這個道路上 都是會用 站在孩子對方的角度去想說 該怎麼去跟他們溝通 也會讓孩子換位思考去想想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他身上的話 會是怎麼樣的結果 啊 了解了解 好喔 然後呢 那我們今天非常的開心 雖然說是用很短一個時間 但是呢我們就請來我們的 在教育界非常非常專業的佑珍 來告訴我們就是 我們如果碰到小孩 因為他就是常常會碰到大量的孩子 那我們要怎麼去跟他們做友善 而且良好的溝通 其實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把他當朋友 對 好喔 那我們今天的整個的那個分享 就到這裡 期待我們下一次有其他教育相關的分享囉 拜拜